嗯好的 大家好 我是麦斯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部落冲突啊 皇室战争啊 虽然说国内的版本已经发布了啊 大家可以去玩国内的代理版本 但我也是因为国内的这个代理版本的这个卡还没有现在的啊 咱们的谷歌的版本比较多一些 所以呢 我还是用谷歌的这个版本吧 国内的版本也在刷一刷 打一打 等到他们两个都差不多的时候 我再换呢 好 这样的话 我刚才我也是把这个大炮换成这个万箭齐发 嗯 因为总感觉我们这个野蛮人 或者居然上去之后 对方的小骷髅什么的打过来的话 我们会非常的亏 所以呢 我决定换一张卡 咱们来尝试一下换一张卡会是怎么样的啊 哎呦 我已经到四节竞技场了 什么时候到四节竞技场呢 这是啊 四节竞技场 我感觉我打不下去啊 这 你们都搞这种东西 我们根本就防不住啊 是吧 这感觉非常的不好玩 真的 那我们这野蛮人过去了之后 肯定也是被垫死啊 呃 没有一个强力的单位在前面顶住的话 感觉会输的比较惨 真的会比较惨 嗯 这样的话 咱们等他这个塔消耗殆尽了吧 但是说你等他卡消耗殆尽呢 也是完全没有什么作用了 是吧 因为 哎 我明明已经放上去了 为什么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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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啊 哎 我就知道他要用完全启发 还有火球 哇 这两张卡的话 一下就被他换换换换盔大了 这些叫 而且这个感觉完全就攻不过去 大家发现这个塔的话 在这边 在这边搞得我们根本就没法打 好 如果是派火龙呢 啊 全是防御性的 哎呀 这个游戏如果这样玩的话 感觉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呀 那全是防御性的建筑 大家看 不是这 不是这种塔 就是那种塔 啊 这是要平局的一个节奏吗 这 这 这玩的还有什么意思啊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斩 斩出一些那个什么好了啊 把这个能量斩好啊 呃 因为不要让他一波攻过来啊 呃 如果他这要是一波攻过来的话 咱们会输的比较惨 啊 因为你看你把你的费用全部都换成这个单位向前进攻 结果你还供不下来 最后面临的结局就是死的非常惨 所以呢 我们呃 也不要说怎么样吧 就求一个平局吧 看这一把 如果是咱们能平局啊 就算是 呃 差不多就行了 是吧 这样的话 纯粹就属于浪费时间的一种 游戏了啊 是不是 我们千万不要说硬往上顶 嗯 把这个圣水全耗光 回头的话 你肯定是没有机会把它放下来的 因为对面他放过之后 这个塔可以无限来消耗你的 是吧 消耗你的这个圣水啊 所以呢 这个 这样玩下去就要把感觉根本就这个游戏会丧失很多的乐趣啊 完全没有什么意思啊 等他们 哎 再往前走一走 好的 全炸死啊 咱们就留着一些圣水来 嗯 防守啊 最后谁谁也不要打啊 不要这么卑鄙好吧 不要这么卑鄙好吧 哎呀 我就知道你这这家伙没完好心啊 看到没有 这家伙没完好心啊 最后的话 他企图放出他所有的这些建筑来打掉我们这边这个这个房子 可是我没有让他得逞啊 我就知道他是比较阴险的人啊 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人 哎呀 然后进入突然死亡模式 依然咱们要防御 他肯定还会放出他的那种塔 嗯 不过咱们也兼顾着进攻一下吧 他要是塔要是放出来的话 咱们这边也是会死得比较惨 最好是放出单位啊 来抵挡一下 这是最好的 可能这现在的圣水也是比较多了 哎 没准我们会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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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防 哎呀 我让你防 嗯 不过还是咱们在中间的那一波吧 嗯 还是及时的预判了 他可能会放出一个大招 他一直在那里别大招啊 前期先用这个防守性的这个战术先防住了 然后到那个进入死亡模式之后啊 或者说快结束之后 立马放出一个那个箭塔来打我们 好在是我们的巨人啊 顶住了那一波攻击吧 可以说我对诸葛麦斯 哎 我就是诸葛麦斯啊 以后大家不要再我叫啊 那这个 麦斯麦斯不要再叫啊 诸葛麦斯就行了 那这样第一把的话算是比较惊险的赢了下来吧 嗯 呃 感觉刚才那感觉如果是都是这样打的话 感觉会非常的无聊啊 啊 因为大家都是在进行防守啊 是吧 防过来防过去 嗯 嗯 这一把的话我们还是先不要 哎呀 延迟了啊 完了 这样的话这一把赢的可能也就不是特别大了 这一个万箭齐发的话肯定还打不掉 打 哎 打死了 好的 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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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的话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希望啊 打死的话还有一点的希望 然后这边我们看怎样来进行 他有那他有那一张卡 我们必须要留着一个来进行 呃 来进行防御吧 因为他那个小龙的话 一波小龙的话咱们看是 是和他对拼还是要怎么样 嗯 看我们在这放他会不会放他的一个小恶魔哈 如果他放出小恶魔的话 咱们这边怎样来应对 他也是一波壮汉 嗯 我们看我们这边好 放出小恶魔吧 哎 放小恶魔好像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他女巫好像是能打到我们小恶魔 那这一波就 这一下子就感觉是亏了 看他我就知道他这一波会放着小恶魔 就全靠小龙了 吐死他们 啊 小龙放的这个不是特别好 小龙放的太靠前了 有点 小龙放的太靠前了 有点 啊 小龙放的太靠前 啊 还好是这一波还是能防下来的啊 然后咱们接着再等啊 等着咱们这个胜水差不多的时候 啊 咱们再往前攻 嗯 看什么时候放吧 这波再打的话 估计还是老样子啊 因为他肯定还是他的胜水的话 肯定也是斩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看怎样把那个小恶魔给他打死 嗯 他里面放出了一个这个长枪手 我们这个野蛮人的话这边 嗯 好吧 等他过来吧 那我们还是等他过来吧 看这一把 怎么样把那个 哎呦 女巫又放错了啊 女巫不应该放在这里的 呃 这样放女巫的话会变得非常的亏 小龙放在这里 看能不能把他吐死吧 然后咱们再造一个房子 火枪兵 这火枪兵的话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嗯 这边有这个还算可以 哎 我们再派出我们的野蛮人 这一波死的还是比较惨的 然后他还会出他的那个小恶魔吧 小恶魔出现了之后 我们确实不好对付 然后这一波我们看怎么打 它有万箭齐发 所以呢 还是感觉还会比较危险啊 有的时候 派出小龙吗 哎 他派出小恶魔了 之后全部扎死了 好的 这一波还算可以 哎 我们这些圣水没放啊呀 浪费浪费啊 他也是最后一波啊 想把咱们打下来 好的 哎呀 是不是要进入这个突然的一个死亡模式 好 我们最后放出我们的巨人吧 放出巨人将火拼吧 但我们要小心了 他们那个有可能说会出现 好 这一波没有扎下来 挺可惜的 但他要是再放水桶的话 我们这边也是会比较危险 双方都是这个 哎 我就知道他要放水桶 看他放这水桶确实比较危险 来来来来 万简七八能不能扎死 哇 差那么一点点 但我们这边也是差一点点了 他要是攒到那张卡的话 这边我们就是输 真的 好的 漂亮 又打下来了 看来这个大炮的话 通过这两把来看的话 我们以前用的那个大炮确实不如那个 哎 四节竞技场 刚才我不是已经进入四节竞技场了吗 怎么会突然间又是 有这个问题啊 我们可以领取一些宝石 嗯 然后再看这边吧 这个卡的话难道会出现吗 嗯 只是说是解锁啊 然后并没有说出现这些卡 呃 以后要往下打的话 我们用现有的这些卡 和这个已经到四节的这些来打的话 感觉还是稍微有些吃力啊 我就像刚才那个塔的防御的话 我们就不好打 嗯 那看刚才那一场的话 呃 还是比较惊险的啊 只是他没有把我们那个两个房子给打掉也是 刚才其实也就胜负就在一瞬间 是吧 他能捅掉过来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是 我感觉应该是啊 要输了 但是啊 还是没没输啊 赢下来了 好 那来看这一场吧 这个就不太好办了 由于我们起起手不是特别好 这个卡 我们放一个房子的话 有可能导致我们有些防御防不下来 看到没有 这个他跟我们对着点 我们就 这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好的一个 是吧 看到没有 我就知道会是这个样子 这就不太好 真的不太好 嗯 由于我们这个前进并没有说攒到一些费用比较低的一些卡 这使得我们 但我没有看到他那边有没有万键齐发 倒是真的没看到 这个的话 攻过去也是 没有什么效果 大家看是吧 并没有说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能够占到多大的便宜啊 怎么样 这一波他过来的话 我们这边就比较悲剧了 这有可能会被打掉 先放一波这个 然后 放个小龙 然后再放一个小恶魔吧 当然说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扛下来啊 感觉这个没有万键齐发 这个 这一波就要死了 啊 这波真的感觉要死了 嗯 好吧 感觉这个最后这一把的话 我们可能也打不过对方啊 他这个野蛮人也是六级的啊 哥布林我们也是六级的 我最后他这个 用他这个房子也是蛮厉害的啊 这房子 比如说我们这边并没有 并没有这个在第一开始啊 占到多大的优势 啊 这基本上就不行了啊 他只要是 前面顶住了 然后后面这个源源不断的 这个兵上来了 我们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死的节奏了 基本上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可能获胜了 这边你再用这个万键齐发的话也没有用对吧 这个野蛮人还有这个 弓箭手的话都不是我们的 呃 一下能打死的 所以呢 这一把也是 啊 输掉了这个比赛了吧 啊 可能说他这个房子的级别比较高吧 啊 他的是 我们的级别估计也不 啊 我们是也是啊 也是四级的 可能他的这个这个房子级别比较高吧 我们看一下啊 啊 他这个可能他的可能是四节的吧 他可能四节的那个房子 嗯 那在打今天的最后一场吧 啊 啊 估计这一场赢的可能也不是特别大的 因为前面毕竟已经赢过两把了是吧 我后面赢的可能性可能不是特别的大 嗯 而且第一个房子的错位 直接就导致了我们的一个 呃 玩玩 好 这把先放上这个 先放这些东西啊 先放这个 哎 那边掉 你那边是掉线了还是怎么着啊 一群小恶魔 好 我们这边放出一个龙宝宝吧 放出一个龙宝宝加野蛮人好了 好的 这个还可以啊 拍上这个 野蛮人的话 还是不是说特别怕你这个炸弹的一个 一个炸吧 感觉 哇 他这哥布林挺快的 非常的快 大家看到行动速度 嗯 这个炸弹人就就转翻了 这个炸弹人啊 直接就把我们给 是吧 死了太多的兵了 这个 然后是女武神 这把吧 我感觉我们就不要放太多的 呃 这些地面兵种了啊 像这这些哥布林的话会被打的 打的比较惨 那这王灵还可以啊 王灵是一个 白痴女武神的一个单位 是吧 王灵还算可以 这边的话我们肯定就要再派出我们的小龙了 小龙去涂一下他们这个小王灵 这个王灵这六张卡非常的厉害 我们可能 哎呦 放错了 真的我放错了 我本来说是想放那个别的单位的 没想到就 把这个巨人给放下来了 哎 敢不选择一张卡 刚才也是没有看到 这张卡 然后我们看这边咱们怎么打 是说先攒一波还是要怎么样 感觉咱们的哥布林已经是冲上去了 冲上去到呢 我们就接着往前冲吧 嗯 还是继续延持 延续的这条线路 这个炸弹人的话是个关键啊 可能炸弹人是个关键 看的话咱们可以派出咱们的小王灵 白痴白痴这个女武神 这边就肯定要派小龙了 然后可以再派出巨人 人可以派巨人 派巨人 然后源源不断的加兵 慢慢的打 有小龙在不要紧啊 有小龙在巨人的保护后面 可以玩吃他这个小兵啊 是吧 越小的兵 越小的单位 这个小龙越不怕 而且这个群体性的攻击 然后再派出咱们的野蛮人 基本上就可以了吧 后面虽然说他有这个 弓箭兵 但是无所谓了啊 他这个耗费的 这个法力法术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他是急于防守 应该是也是会消耗不少的这个 费用啊 水晶 不是这个这个尿水 好我们继续的摆房子 房子可以摆摆在这里了 摆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 好的那直接就赢下来了 虽然说咱没拿到这个三个皇冠 也是赢下来了 好吧那这样 本期的视频的话 就给大家解释到这里吧 我是麦斯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